麦克布朗从05-06赛季到09-10赛季 在克里夫兰骑士队效力了5个赛季 这个5个赛季 骑士全部打入季后赛 并在06-07赛季 率领骑士队闯入总决赛 麦克布朗的教练生涯 可以说非常成功 他在08-09赛季 率领骑士队取得了66胜16负的佳季 并荣获那一赛季的最佳教练 这也是他的唯一荣誉 不过 布朗在骑士期间一直被诟病为 勒布朗的傀儡 最终 因没有总冠军 麦克布朗被解雇 詹姆斯也离开了骑士 去了热火 2011-12赛季 是麦克布朗直角 洛杉矶湖人的第一个赛季 那个赛季 NBA 因为劳资协议 赛季缩水到只有66场 麦克布朗率领湖人取得了41 剩25负的佳季 以西部第三的身份 闯入季后赛 他们第一轮和丹佛绝境大战了7场 最终竞技第二轮 只是 第二轮他们遇到了天赋更好的俄克拉和马雷霆队 意气风发的凯文杜兰特和拉塞尔威斯布鲁克詹姆斯哈登和利 4比1淘 4比1淘汰了胡人 有意思的是 雷霆又在西部决赛淘汰马次 最终和麦阿密 热火会时总决赛 然后他们输给了 勒布朗詹姆斯带队的热火队 这一次 徒弟率领的球队 战胜了战胜师傅的球队 2012-13赛季 胡人进行了补强 他们得到了霍华德 引进史蒂夫纳什 然后组成了恐怖的科比加纳什加瓷士平 加加索尔加霍华德的五巨头组合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即前赛胡人八战全败 常规赛开始的无常比赛 球队一胜四负 纳什有伤 霍华德有伤 这些因素除外 胡人的前五战 让管理层无法忍受 背黑锅的人 就是麦克布朗 博尼 比克斯达夫临时 执教了五场比赛 四胜一负 胡人迎来了德安东尼 然后就开始了 连续五年的衰落 从胡人离开的布朗 又在13-14赛季短暂 执教了骑士队一个赛季 但吸引詹姆斯回归之后 他又惨遭抛弃 随后 作为勇士队的助理教练 他的特尝试防守 也正是因为布朗的存在 让勇士的防守 提升了一个档次 总决赛第一场 作为代班教练 他完美地用车轮战线制住了詹姆斯 和队友之间的联系 并不断消耗他的体能 让他全场出现了八次失误 布朗用全新的四巨头 用力地击败自己 曾经的爱徒 或许不是爱徒 他因詹姆斯而成名 更想应打败詹姆斯 而在此成名 有趣的是 曾经淘汰自己的杜兰特 成为自己手上 可用的最佳王牌 千年老二 软骨头头底委屈心 这些帽子 有了总冠军 或许就会在杜兰特 头顶摘下去 布朗也可以得到 一份主教练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订阅